中文字幕 李宗盛 简单地说就是加油吧 我们一起努力 世界人类共同体 大家一定会 取得战役的胜利的 我在家呢 从最先开始的 会觉得不习惯 然后每天也是觉得人心惶惶的 因为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从就是 家里的窗户打开 然后外面就是 街上完全是空无一人 就是一个影子都看不到 然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凄凉 就觉得从以前 经过武汉人民的时间 有很好的办法就是要宅在家里 不要少出门 少接触 这个病毒 把这个病毒闷死在家里 我想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作为一个武汉的过来人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在疫情面前 大家千万不要恐慌 一定要调整自己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第二 一定做好自我的防护 比如说勤洗手 多通风 实当地合理的运动 就是我们中国发生的这个疫情 能够克服过来 但是他们国家也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要靠自己的意志 选好正确的方法 学习中国这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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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